這次看到他很強硬 甚至說要首先祝你們21天去集中隔離 知道9點半之後出席的那些 看到那些全部集中隔離 然後突然改 畫一條紙在9點半 9點半之前那些就回去了 突然看到一個初步確診 楊子晶 楊子晶就是香港電台的普通話台的主持人 姓楊 兒子的子 京池的京 楊子晶其實有個問題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煽動分裂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從來不承認楊子晶的釋法 是承認紫荊是釋法 楊字 三點歲的楊字是不可以下去的 所以名字 姓都改得有問題了 先不說這些發生 最後發現楊子晶是假楊姓 於是把那些人放走 何君堯都被放走 不過他是大發雷霆 稍後會講到 楊子晶呢 他就放回走 那你會看到就是 接著21天 再改14天 因為他就說 Omicron 他很快會檢測到一些東西 於是就減 捉高關隔離的時間 又不需要那麼多 接著第二就是 林鄭月娥最重要的地方不是改變這些隔離政策 林鄭月娥的重點就是什麼呢 他在對抗這些官 他發生氣 聲稱說過日他開組會 行政會議組會的時候 305身的官員結身自外 盡量不要去那些公眾場所去取責 而昨晚就發生了這個洪門煙事件 洪門煙事件的發生 在林鄭月娥305身之後做 他於是氣得爆 他於是說要展開內部調查 就要單挑一個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徐英偉出來罵 就說他待得最久 時間最長 他最值得救命 然後罵了那麼多人 完全不守規定 好了 這幫這樣的議員也好 官也好 或者選舉委員會也好 或者其他統戰部的人也好 這些時候就很生氣了 第一 你什麼紳士落白皮呀 香港是我看的 這個是統戰部 這個是中聯版的世界 不是林鄭月娥的世界 第二件事就是 你今天都沒有一個法律要求我不去這個聚會 也都沒有內部的書面的內部指引要求我不去做 你只不過那天在一個行政會議放得屁等來講 就告訴大家 勸喻大家不會這樣做 勸喻就不是內部指引 勸喻就不是法律 所以說 你今天講這些 完全迂法無懼 這個有一點道理 是不是 那麼問題就是 開始了 就找人放風 找人放風 有人沒有掃這個安心出行 這個就更好笑 沒有掃安心出行就大罪了 你今天沒有去那個地方 去那個地方一短時間都好 但是沒有掃安心出行這件事 很大劑的 光榮冰室 添沙咀的 旺角的 都因為他有食客 可能被放射 沒有掃安心出行 整個店鋪六點之後停業 end個禮拜 好了 今天你這些人 完全都不掃安心出行 還有一個醫生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楊子晶這個電台節目主持人 楊子晶的丈夫 朱韋升的醫師 她竟然說什麼 她竟然說 我看不到 看不到 不太容易記得用 尤其當人當的時候很難找 她說 我有個朋友 妹妹都分現 是不是所有營會都要查 有沒有掃安心出行 所以她大喇喇地說這些話 那她就 心之無 朱衛星醫生說 她導致到她太太假日陽性的原因 查過了 而且這個衛生公告的證實就是說 她原來就是她看診的地方 幫人打了很多支的方興疫苗 方興疫苗那些這樣的氣末 就是那些微粒散佈在空氣裡面 就是掉了進去檢驗的色紙裡面 於是就拿了這張色紙 去到不知道哪個殘廁 去為她老婆去檢驗 我覺得為什麼是個醫生 一個殘疾人的廁所 一個公廁 或者其他人的私人廁所 或者大廈的廁所裡面 為她太太去檢驗這個 她的武漢肺炎病毒呢 整件事講不通的 她就說你不要再講了 你再講 你不如講張敬軒的演唱會 那很奇怪 為什麼講張敬軒不講你呢 然後她說 商臺好像過去兩年 都是很多煽動人 做違法的事 在那裡對 她當時呢 有很多陳志雲等等 三個主持人在那個地方 逐個逐個對 接著就批評安心出行 說安心出行要靠市民呢 自己去上報 根本不可信 不及得使中國的健康碼那麼有效 就說 林鄭月娥的不是 就是顧左右而言他 兩面鬧起來 好了 接著最後 這幫這樣的 我們叫中聯反系統的人呢 大爆 林鄭是被爆出 她之前也出席過商界的聚會 有一個署名李國璋的人 在那裡對話 肯定是一個假名 這個假名就是 假扮李國璋 就說 這個老太婆 基本上都出席過這些聚會 你不見得見到 郭泰那個事件 見到自己的問題 林鄭月娥立即發聲明 就說 我那時Omicron未爆 那時十一月底 十二月初 不關事 所以羅生門 這個是一樣東西 接著林鄭月娥都還拖 譬如大家新聞門 大家見到 乾樂道西 一百一十五號 草木齒號 因為誰的紅妹妹 就是一個女人的黃絲雅 黃絲雅和一個 四十三歲的ex女人 去過這個 他聲稱的乾樂道西 一百一十五號 然後才再去過熊門會 而最後查無此號 結果是什麽呢 是一百五十五號 三號號 那個地方就是 中聯版的隔離的block 那個地方沒有招牌 上個星期拔了水牌 進去有屏風 穿那些人光鮮亮麗 進去的地方 達官貴人的地方 中聯版西區警署 在他旁邊和後面 這些人 全部那個地方聚會 很簡單 是一個很邏輯的推理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最大的獨冤手 就是很多這些秘密聚會的地方 分布在中聯版的隔離 乾樂道西 一百五十五號三六號 有空的去看一下 中聯版的東邊 那個block OK 就看到了 很近 走去的地方 不到一分鐘去到 所以是洪清晰 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參加這個洪門會 洪門會就是洪維民的生日會 這個生日會 現在爆到二百十七個人 起碼十三個高官 二十個立法會議員 以及十七個選委會的人 為什麽洪維民會被praise 會被這個參加呢 因為他是全國人大代表 去人大代 而且呢 是深圳前海管理局 香港事務局的聯絡員 首席 香港事務的首席聯絡員 所以這個洪維民呢 也相當賢客 以前他很窮 他一結婚 有一個兒子 他1969年的時候出生 在上海 1979年的時候 隨著父母下來了香港 父親就做電子刊工的 這個洪維民是做什麽呢 他收拾汽水罐 即是叫做 收拾破銅爛鐵 年年考第一 之後呢 很怕稟讀書 接著去到一些外資公司去做事 他的AT&T solutions 即是美國電訊的核下公司做事 想勾結我的實力 是吧 學到之後呢 做生意 空手套白狼 之後呢 發覺到他自己認為 勾結中共呢 才能夠絕處逢生 好了 那他就勾結中共了 於是就做越來越攀越大 看到他什麽政協 什麽港區人大 他之後全部做得很大 甚至會變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港區代表 可顯可以見到呢 他有直通北京或者中原版的一種重要的核心力量 那他呢 看到香港國安法和北京完善 因為完善 即是完結了香港選舉制度之後呢 香港的權力衝先向北移 那這個洪惠文 他身為一個選委會的當然成員 也承認新權力的代表人物 他提名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人是有他一票 而且他也是選舉四十席的選委之一 大家和他賀秀 和他這個借票是有可能的 但這個人本身就是中原版的重要人物 去這個洪門宴的 記住不要漏掉那些大家不報的人 你專注的高官和立法會議員 是miss了整個point的 我舉了兩個例子給大家聽 大家去看看 一個就是洪汶 洪汶現在被禁錮21日 就是一個足球灣 洪汶是立法會議員 就是他由北面就是北方飄到香港發展 立法會議員 香港華征會秘書長 秘書長就是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核日程都是他來辦理的 香港華征會 就是草花頭下面還有一個清 國語讀清 這個清 都可以兩個讀音都可以 華征會 香港華征會 香港華征會的秘書長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香港華征會的副會長是誰 就是核潮心 核戰書的力 我們以前報道過核戰書的事件 我也不再重複了 可見是有一幫太子黨 習家軍 甚至有很多的權貴在一邊 華征會 大部分都不是集系的人 大部分是太子黨紅二代為主 他依次著這個力量 以及掌握到很多他們的資訊 這個人絕對是重點被這個習近平去瞄準 緊釘他的對象 另外一個叫陳詠心 一個有趣 陳言千恒 他是港澳 就是統戰組織 港澳深圳市僑聯聯儀會的會董 更加是打壓法輪功的清官會的公關主任 也是居住在軍會說 他是中聯版的宿舍 陳詠心出席了這件事 已經初步確診 可以這樣說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越挖越多 而這個217人 甚至更多人的聚會 這個洪門會 這些真真正正正是說 中聯會的秘密party 而不知為何神推鬼案這樣 被林鄭月娥炸開過 你想想 這件事如果全部封殺 在現在漫畫邪暗之下 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會炸開過 就是說 將原始一個中聯版的秘密聚會 升格到一個防疫問題 因為有人染疫 他逐個人點名 逐個人拋出來打 你會發覺到 哇 林鄭月娥你這麼狠 這就是這班 官員和這班 議員心裡想的問題 殊不知 林鄭月娥不是自作主張的 後面有實力要這樣做 一旦這樣的時候 兩邊的實力 那個板塊的碰撞就開始了 這個碰撞一旦開始的話 是很難收過的 除非習近平一聲 然後就全部要停 今天全部不能說了 但現在去到今天 兩邊的鬥爭就越亂越好一段時間 再結合剛剛我對陳鳳父親事件的分析 我會發覺這件事是會亂上一段時間 但是剝花生的時間 也要多一段時間來看 最後我覺得習近平是信心滿滿 利用這些事件來整肅香港地下黨 整肅香港的中聯版勢力 這就是他真正的圖謀 而香港這幫地下黨和中聯版勢力 自以為可以搶 搶降 他以為這樣可以成功奪權 因為他找雞爭 然後再通過這些方式 結合反習的勢力做個大合唱 可言之 反習勢力是要以香港作為一個試驗田 作為一個先頭部隊去反習 如果我這個估計沒錯的話 未來香港的六死誰收激烈鬥爭會白熱化 也不是一閘可以講得完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密切注意未來的發展 反習的人有他自己的野生 現在心裏面不是反習的 靠近那邊的人 後面的Hidden Agenda 何君堯未必知道 所以他才大大大地煽動 非法禁錮林鄭月娥 還有浪費命 自己有衝鋒車 有司機 他就說自己有個炮麵 有個杯麵在那裡 都說你餓了他 說你不準時讓他出贏 這樣也可以 換言之 這樣的做法就告訴大家 這種激烈的鬥爭 開始白熱化 看下去 我們會有很多事情可以去看 所以就說密切關注 我最後一個額外的話題 沈默先生 我想請你可不可以幫我簡單的講一下 現在中共駐港的解放官司令部都有人事變動 現在新的就由武警 中共的武警哨將來到香港 所以這個你怎麼看 以往都是由解放官的系統 派一些軍中的將連來香港 這一次改變了 又是由武警 這個就是將刀把子 就是取代槍桿子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派來香港 是很首次 也都是特別的例子 尤其你看到有幾個觀察 第一就是說 刀把子和槍桿子是一體的了 尤其是清法委和軍隊 其實全都是習近平一個人去領導 一人獨裁 一黨獨裁 黨領導一切 而習近平領導的黨也在一起 所以看到這個地方沒有分別 第二件事就是說 有分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人其實在新疆鎮壓了很多事 十幾二十年來 這個彭經堂根本上就是大屠夫 他就在新疆那裡執行這種屠殺 仇金虐待的一種重要的任務 他來到這個地方會不會將這一套帶來香港呢 第三 以前看到很多解放軍的軍車 在香港那裡經常走來走去的嘛 武警就可以走來走去 換言之會不會就是 他把武警的作派 放在香港的駐光解放軍那裡 而導致到越來越多的軍車會大喇喇地走到香港的大小街道上面 跟著還會補充 甚至是代替香港警察的重要力量 而使得鎮壓一些香港的一些示威 甚至用捉有關的人士 而他會配合國安處 按照國安法 不需要經過警察和香港的司法出來送中 這個系列的東西 分分鐘都會出現 所以你看到的這個人是狠 這個人是毒 這個政法委和這個武警系統的一種 和軍隊的勾電 以及繼續在香港那裡 將香港全面洗版 成為和中國其他城市沒有不一樣的情況 就是完全歸一的情況是會加劇 那所以我想這個主要的意義是這個地方